大家好,我是老圣 最近先后遇到两个客户 因为使用很便宜的过滤网 造成暖气炉的运行故障 今天我们就以其中一个最为严重的客户为例 给大家展示一下 因为长期使用便宜过滤网 对暖气炉造成的严重影响 这个客户使用的是Keep Right的暖气炉 根据客户反映 之前在天气不是很寒冷的时候 暖气炉运转基本是正常的 偶尔也有达不到设定温度的情况 但是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 最近几天因为气温超低 结果造成在最冷的时候 暖气炉罢工 客户电话里面反馈 暖气炉有时候还是可以点火运行的 但是坚持不了几分钟后就停了 过一段时间以后又能点火运行 之后又停机 如此反复 根据客户的描述 最初我们以为是吹风马达的问题 但是到现场以后发现 客户使用的过滤网 是市面上最便宜的 大概十块钱三个的那一种 而且过滤网已经脏到了 密不透风的程度 我们更换了新的过滤网以后 设备运行稍有好转 但是还是运行一会儿以后 报警停机 这时候我们检查报警代码 显示是code for limit circuit fault 三分钟以后 报警代码转换为7 limit circuit lockout 这个报警有很多的可能性 但今天这个设备的问题是 设备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排走 导致高温传感器断开 这时候我们检查一下 下面的吹风马达 发现吹风马达也特别脏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拍的照片 这说明 它的过滤网几乎没有挡住脏东西 结果脏东西把马达的散热孔都堵住了 因为这台暖气炉是高效暖气设备 暖气炉有二级热交换器 二级热交换器和空调室内机的吃片 是一样致密的盘管 所以我们需要检查 二级热交换器是不是被堵住了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空调的室内机吃片 因为它比较容易检查 当我们打开检查孔 发现室内机的吃片很脏 这就意味着 二级热交换器也会很脏 我们清理完空调室内机吃片 大家可以看看有多少脏东西 接着我们把吹风马达拆下来 然后我们检查暖气炉二级热交换器的吃片 发现吃片也被厚厚的一层脏东西完全盖住了 可以说空气都很难透过 这也是为什么暖气炉产生的热量无法被带走 导致过热报警 大家可以看一下被清理下来的脏东西有多厚 再看一下清理完的刺片的样子 重新测试 发现暖气炉一切运转正常 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 长期使用便宜的过滤网 对暖气炉设备造成巨大的影响 如果长时间击灰 吹风马达就有可能因为过热而被销坏 而且机灰也有着火的隐患 这也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 建议大家不要购买最便宜过滤网的根本原因 因为它基本挡不住灰尘 看看我们从二级热交换器和空调室内机吃片上清理下来的灰尘 你就知道 暖气管道和这个房子里面的空气会有多么的不干净 最后总结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使用最便宜的过滤网 挡不住灰尘 所以灰尘会积累到马达的散热孔 最终可能导致马达损坏 但是同样 过于致密的过滤网 虽然灰尘很难通过 但是因为过滤网过于致密 过滤网本身很容易脏度 如果不及时更换过滤网 同样会造成吹风马达因为过载烧掉 所以最后建议大家 在购买过滤网的时候 不要买太贵 也不要买太便宜的过滤网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前面的视频 过滤网的正确选择和使用方法 美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